很久很久以前 我就一直很想要一個王子 他不一定要有白馬 可是 一定又是一個氣質出眾的文藝青年 他最愛去的地方是圖書館 你要去哪裡啊? 我要去圖書館看書啊 好 好 好 他總是為私全有 好像有點便秘欸 來打個卡好了 三次不讀書便覺得面目可正 他愛上了上課 Harvard 大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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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你去圖書館 大學 就沒有人來上 然後只為了賺選分 然後這樣子 卡別的位置 這就是很誇張嘛 糟糕欸 會嗎 你今天好不容易 阿德 基森 跳上完全沒人生 別吵 要睡啊 他總說 再忙你要來一杯咖啡 欸 為什麼你應該吃點奶茶都要咖啡店做 那我會不會怕多會進去啊 那你不要來咖啡店啊 這樣吵Sense啊 懂啊 他總是意興滿滿 哼 就我以為你講錯 這不是一直給不用管 你是聽的嗎 算我那麼有才 是不是 一出社會 每間大公司搶就要了 文學巨破 也都是他的好朋友 阿德 開 我常常都看得不出一個人的為什麼 平常都是看一些村上春樹芽 因為他可以帶給我非常多的啟發 是喔 到底是要借存容子借名 當然知道啊 像這種文學巨破 我怎麼可會不知道咧 喔 那你不知道都看過他成的書 我原來忘記要本書名了 不然我回去查一下跟你講好了 欸不對 這裡 畢女先做哪裡 說畢女 像我這麼有為青年 一定要去劍橋大爺 吸收一下徐志武的書卷器啊 對不對 他藉由展覽 通實寫節 欸欸欸 竹田也管到啊 欸 我們快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期間 快快快 看什麼冰雲金 看什麼冰雲金啊 早啊 很熱啊 吃冰啊 什麼啊 早啊 吃冰呀 什麼啊 早啊 吃冰喔 啊 早啊 吃冰喔 啊 等一下 我打個塔 我打個塔 他真的好棒喔 所以 我在我的文青男友了 我的文青男友